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物馆董事长施柳秀真等嘉宾参观了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提供的壮丽的中国自然风光展览 该展览展现出中国各地移民的风景 张萍总领事在知词中表示 下周将迎来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庆祝过去一年来取得的成就同时 也要庆祝中美两国的友谊 他也特别鸣谢南海岸广场为促进两国文化相互理解 而做出的努力贡献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的美丽风景 了解丰富的优秀文化 从而使更多的美国民众在疫情过后到中国旅游 欣赏美景和文化 至此佳节之际 张萍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南海岸购物中心旅游市场总监全肯康介绍说 南海岸将从9月11日至21日举行欢度中秋主题活动 包括精线设计装扮的彩灯以及花园露台狼桥 当晚南海岸购物广场大红灯笼高高挂 与美轮美奂的花园及廊桥构成一幅和谐浪漫的景象 节日气氛浓郁 壮丽的中国自然风光展将从现在日至9月21日 在南海岸购物广场Nordstorm楼侧二楼展出 欢迎大家想好参观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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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